接下來我們再請一位委員 質詢完畢,我們就休息五分鐘 再繼續,我們請廖國棟委員 主席、主委、各位行政官員 我們就直接請主委好嗎 廖委員長 主委,首先我想了解的 就是現在大家對這個ECFA的簽署 跟MOU的簽署 有非常分歧的看法 那今天早上有幾位委員也分別提到 今天的媒體也特別用了四個字 來形容ECFA跟MOU簽署之後 台灣所面對的一個處境 叫做人才兩師啊 人才兩師 當然在財的部分可能是跟MOU有關 但是ECFA簽署之後 我們真的會變成有將近三十萬的人 很快在短期之內就會失業嗎 有這樣的狀況嗎 你看了這樣的人才兩師這樣的一個評論 自己有什麼看法嗎 各位報告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那不管是根據經濟部的報告 或是根據我們對經濟部的報告 再去做double check的這個報告顯示 基本上這樣的說法呢 我個人認為它是不正確的 我對他有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觀點 那在經濟部的報告裡面 對於整個ECFA簽署之後 對勞工的就業 當然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整個家總起來他認為 可以反而增加了25到26萬個工作機會 這是一個動態的分析 那靜態的部分的經濟部報告 大概可以增加13萬個工作機會 那勞匯的報告我們不敢那麼樂觀 但是我們的整個報告出來 基本上對勞工就業的部分 其實也是正面的影響 但是即便是正面的影響 還是有某一部分的勞工是受損的 那怎麼去照顧這一塊受損的勞工 是我們這位龐大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才會提出一個協助的方案 這個有非常大的一個分歧 如果按照你剛剛說的 大概差距有50萬 一個是會有30萬失業 您認為大概有20萬的新的一個產業 勞工可以就業 相距就差不多有50萬 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想有不同的觀點 這麼大的一個差距 你剛剛聽了是從經濟部的角度看 跟從勞委會的角度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也針對這個議題 做了一個專案的研究 那這個研究報告下個禮拜會出來 所以您認為他比較偏重高科技還是傳統產業 基本上不是看那個高科技或傳產 當然傳產的部分的影響 可能會比高科技的影響要來的大 那我們大概看起來整個報告裡面 可以看得到可能去受益的一些產業 其實還蠻多的 譬如說我們的商品買賣 我們的教育醫療服務 或者我們其他社福娛樂未還 家世汽車修護 或者我們的橡膠我們的塑膠製品 我們的營造工程 金融保險 塑膠或者我們的通廚 倉儲我們的通訊等等 其實他的受益產業其實非常多 周邊收益很多 非常多 我們就把這個話題暫時打住 那我們回歸到你們這次所提的整個業務報告 跟預算的配置這個部分 本期很詳細的看了你們在總目標這個地方 所訂定的一些相關的策略策略 那麼關於年度關鍵策略的一個目標 看起來主委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保守 我不曉得你們要詳細看 你們在 99年度的預算書裡面 羅列了八項的所謂關鍵策略目標 我就不念這些 包括14項的紙計畫裡面 不過我們看這個紙計畫裡面的這個設定的目標值 有高達八項的紙計畫 年度的目標值不到百分之五十 不到百分之五十 甚至其中有六項啊 還不到百分之三十的水準 從這個目標來看啊 呃 似乎我們的主委對未來的整個經濟發展 跟勞動的條件 甚至這個就業的機會啊 不怎麼有信心啊 不怎麼有信心啊 主委 是 跟跟委員報告 這個這個年度目標值 因為基本上我們每一個處事啊 呃 他的計畫有可能是跨年的一個一個一個計畫 所以在年度目標值的計畫裡面有一些 呃 不同的一些設定 我我可不可以容許我們 譬如說看哪一個議題 我們請我們的呃 出事首長來跟我們委員來做報告 就他設定的這個過程 我們我們可以找機會 我舉個例子啦 主委齁齁 你回頭再看看你們整個 呃 施政計畫的報告裡面 九十九年度勞委會施政評估目標值 在所謂的落實保障勞動三權的部分啊 呃 你們現在是因為要成立的呃 我們工會法很快可能會通過啊 會有很多新的這個工會成立 呃 還有很多的這個團體協約 呃 會會呃完成 呃 但是這個兩個 這個只是一個部分 不能完全呈現所謂的 呃 勞動三權的一個保障 不不全 它只是一個部分而已啊 但是你們的年度目標值 協助新成立工會200家 啊 啊這個新 締約的這個加速20家 看起來這個比例是偏低啊 你們幾乎沒有目標 還是對這個呃工會法呃通過之後 並沒有什麼信心啊 定的這麼低的一個目標值 是 跟我們報告 我是不是容許我請我們劉處長跟您報告 就是說剛剛您提到那25%那個 基本上是因為是四年的一個目標 四年計畫 對四年計畫 所以每一年就是25% 每一年25 是 所以你的目標是百分之百哦 呃 第二個我特別要再跟呃 作為討教的是 關於勞保老人給付的部分啊 根據你們勞保局在94年的勞保資料為基礎的一個精算呢 開辦勞工保險年級的精算費率是百分之二十二 對嗎 是 潛在的負債是4.5兆 對嗎 是 潛在的負債啊 那麼這個數這個數據如果都屬實的話啊 如果都是屬實的話 在你們的報告裡面我們看到啊 我老委會為了要因應這個 這麼龐大的一個潛在的一個債務啊 啊 已經建制所謂的費率自動調整機制 說是一定用19年的時間來將費率有百分之七點五 啊 調升到微調到百分之十三的上限 那麼這個所謂的啟動保費調整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 今年 今年就會開始嗎 那麼幅度有多大 勞工每個月大概會增加多少的負擔 我想知道 各位報告我們在呃去年通過之後 今年開始施行就從百分之六點五調到百分之七點五 六點五到七點五 對那從第三年開始每一年也會調整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點五 每一年調百分之零點五 對今年調百分之一 然後從第三年開始每一年調百分之零點五 一直調整到百分之十 之後再改成每兩年調 然後0.5% 那調整到百分之十三 因為外界非常擔心 啊 不管是國民年金也好 你們的老 呃這個 老保年金也好 都有一天會崩潰 有一天會崩盤 哦 所以按照你們這樣的這個數據來看啊 你們你們的這個說明來看 當然你們不不得不調啦 哦 不調不行 那麼在這個時候來談調價 不管是健保也好是是老保也好啊 都給社會非常差的觀感 哦 那麼基於這個莫拉克剛剛才 呃這個呃 強害了台灣 在這個時候談 調整好像不是時機啊 諸位 是各位報告這個是去年已經通過的法律規定 裡面按照法定的呃規定 然後有一個一個機制在做處理 那目前為止除了去年已經通過的法定規定 我們並沒有任何額外的新的想要去調整 我只是跟你建議啊 你們要注意社會的這個狀況啊 跟是不是一個timing啊 來來決定這個調整 另外啊 關於職訊級的業務啊 現在這個 剛剛我聽除了說失業大概是 目前的失業率 6.13% 6.13嘛對不對 好6.13 啊我記得原住民是7.96 啊這個差距大概1.1.5左右 啊我現在不是要談原住民的部分 而是就整體來看啊 職訊局在推動失業訓練訓用合一 然後他們再能夠變成一個再就業這樣的一個狀況之間啊 啊我看了你們的數據哈 那個主委我想你啊自己的預算書你大概知道 在你們的年度預算書的第7頁裡面 哇我們看了97年我們看97年的數據啊 97年老委會辦理失業者職訓練 總共有49863人來受訓 但是 截訓人數是29194人 就業人數 主委就業人數 就有12541人啊 啊 那麼你們的預算書說 到目前為止平均的就業率 就是說 經過職訓之後 他就業的 就業率就 有43% 顯然有57%還是失業的 經過國家這樣的一個預算編制 然後讓他訓練 結果還是有57%的失業 這個這個這個怎麼解釋 主委 顯然你們這個職訓局啊 有非常大的空間必須要做改善啊 必須要做改善 還有主委還有 老委會明年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之 訓 就是訓練之後的就業率 設定成長 你知道多少嗎 主委 你們設定多少的成長 你知道嗎 今年 百分之一啊 這百分之一的成長率 你們是根本不想做事嘛 今年的這個成 這個達成率 就業的達成率 才43% 你今年啊 在明年的這個成長率 所以才定百分之一 那個是多少人啊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第一個剛剛委員所追尋的那個 訓練之後的就業率的部分 其實我們自己自辦的部分 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三 八十三 對 剛剛委員所追尋的有關到百分之四十三 四十四 這個部分主要是因為 我們自己本身的訓練中心的訓練師 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的訓練能量有限之後 有一些必須要委外 然後或者補助人家辦理 那委外也是列入你們的成果啊 對 那委外跟補助辦理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執行率的確是 呃 比較低一點 就是說真的訓練之後 去就業部分 就成如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四十幾%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加強 那另外第二部分 剛剛委員所追尋的 呃 成長的部分 為什麼設定百分之一的關係 其實是因為 我們這兩三年其實都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 所以整個就業的職缺的部分 的確是 呃 比較少 那我目前都是用 短期公布的方式來做 你就是因為金融海嘯之後 失業的人多 所以你要把目標定的高一點 要有一點勇氣嘛 勇氣面對金融海嘯之後的失業狀況 這個你們訓問我也說 定百分之一 欸 百分之一 誰都可以當這個主委 誰都可以當這個執行局的局長 對不對 是 最後 主委還沒講完 你們時間沒有了 最後一個 我是建立主委 把目標調高一下 你最少個百分之十好看嘛 對不對 你有一個目標你才能夠去充斥啊 你定個百分之一睡覺就可以做到了 睡覺都可以做到 好不好 你把這個目標啊 定成長百分之十 那麼事業全 就是在就業率最少要超過百分之五十嘛 這樣國家的投資 政府的投資 才有效益 連五十一半都達不到 那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職訊啊 乾脆就不要了 所以 我那個 呃 今天呢 有一個第五案的解凍案 是關於促進國民就業 職業訓練業務 預算 我不講這個預算金了 我是認為應該要繼續凍結了 因為你們沒有什麼效果 沒有什麼成果嘛 把這個經費再給你們了 我看也沒什麼 而且 這個成果這麼低啊 主委 你真的要盯一盯你的職訊局 是不是要益處相關的人 這個這個這個成果的那個部分 我們會會再繼續加強 看 就有關於 是不是有一個願景的那個部分 我們再來做一個討論 不然的話 我看 這個局長要好好的 因為你剛剛來嘛 所以不能責難你於你 但是你接了這個承擔這個責任 你就要把剛剛本席所講的話 記在心裡面 找機會再跟我說明吧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